各位好 这里是老科学 今天是11月18日 最近身体不好 刚刚从医院检查回来 然后我说做一个视频吧 我先探讨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1月24号以后 真的暴雪完全撤出 暴雪完全撤出的话 咱们玩家何去何从 我说有人肯定提出一种方案 就是说咱们去台府 或者说去亚府 那么亚府是几何呢 能不能去呢 众所周知网易提供的 国府的游戏时间 魔兽世界这些的价格 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你比如说 我如果在亚府 亚府是12个月 一年的组合包 一年的组合包的话 一年的组合包 它这里显示 12.99美元一个月 然后一年下来 就是说155美元 那么美元 人民币汇率 那么12个月 也就是两个半年 网易这边提供的呢 是两个半年卡 就是半年卡的话是 很久没变了 360块人民币一个月 155美元 等于多少人民币呢 155美元 就是说如果你在台府玩一年 磨售世界 你的消费是 1111块9毛4 1110块9毛4 咱们就四舍五入 按11111算 国府的价格是多少呢 国府连了半年 360乘2 720块 你在国府玩磨售世界 一年下来 一年下来 掏多少钱 720块 你去亚服 玩磨售世界 一年下来 你需要多掏 差不多400块吧 差不多得多掏400块钱 然后这是其中之一 注意啊 这不是说怀旧服 它这个就是单纯的游戏时间 如果我只玩一个月的话 只玩一个月的话 网易的国府是75元人民币 到亚服就变成了106 或许有人会说 其实这个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这么算下来的话 亚服这些 它是一点都不吃亏啊 它是一点都不吃亏 然后我们再看看商店里的其他东西 假如我们来玩卢士传说呢 卢士传说卡包2.99美金 符文是超值礼合 利用符文是来解锁所有好康 它这个符文是怎么算 这个我是真的有点不太懂 然后符文是这个可能结算并不一样 来我们看看守望先锋 守望先锋2免费唱完 有吗 哦 免费唱完是吧 行 那守望先锋影响不大 那看看其他游戏 比如说我玩 星际争霸2 剧情战役组合包 剧情战役组合包降价了吧 标准版39.99 285块人民币 我印象里头 星际争霸2的话 国服大概是90加120 210块人民币 当然这个基本上没什么人玩了 他也不对 对 如果我进入可普鲁兴区的话 咱们的国服的话 玩一个指挥官是25元人民币 然后他这个是4.99 任意只会关4.99 35 贵了10块钱 就是说你如果去亚服玩 星际争霸 你随便玩一个 随便选一个的话 你需要花 多10块钱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 比如说我想玩风暴英雄 我暴雪全家统玩家 他这有风暴英雄 商场倒神 这个降价降的比较多 守望先锋 心底争霸 魔兽争霸 独时传说 哦对 还有暗黑破坏神 暗黑这2我已经买过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暗黑破坏神的话是多少钱呢 标准版19.99美的 142 还行 不过暗黑2 暗黑3毕竟这么多年了 他价格并不算特别高 也很正常 咱们不能假定 所有的玩家都很富裕 但是去亚服的话 有个优势 就是使命召唤这些 还有命运2这些 你们都可以玩 这些没问题 这个预购是什么意思 哦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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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还得买资料片 是不是说相当于我去玩 魔兽世界的话 我还得去买个资料片 这个不知道谁能给解释一下不 就是说我既得买资料片 我还得去买约卡 哇 这个开销真的不低 行吧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大伙可以看着来 说实话 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在国府 莫怕滚打多年的人 如果让我强行去压服 我觉得我的经济能力 并不能支付这样的开销 我还得去买资料片 我还得去买资料片